還是皮... 皮尼抓 皮...皮尼... 皮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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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 我要開始囉 那我這邊可以開始了嗎 啊... 啊... 等一下你猜猜要的嗎 開了 五六七八 單親媽媽 有嗎?有適應嗎? 什麼歌詞 我在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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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說什麼 你剛剛是不是傻眼 你剛剛沒放他傻眼 我要再吃了啦 等一下我要開始轉回去算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姐 自從前兩天吃了滋滋 從越南帶回來的腰果之後 我們全團就開始一直不停的 風靡東南亞的食物 所以今天小姐要來大家 帶大家探店 要來探一個 在這個很像市場的一個 小小的巷子裡面呢 欸有一家 看起來很像東南亞的食品店 想說來找找看 有沒有好喝的印尼奶茶呀 或者是有沒有好吃的印尼小餅乾 那我們就一起來吧 這裡有個美女耶 欸 美女你怎麼那麼眼熟 天啊 你在幹嘛 你們在幹嘛 你們在幹嘛 你 你怎麼會來這裡上班 我 你在這裡打工 你知道嗎 我在這裡打工嗎 你在上貨嗎 天啊 我現在在補貨 你最近經濟結局嗎 經濟結局是什麼意思 你這裡沒有錢嗎 好啦 我現在打工 我老闆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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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在 我老闆 你不要在 好 好 俊娜你可以回來了嗎 你可以回來正常了嗎 你可以回來正常了嗎 你回正常了要 怎麼的老 我在那邊打工 是 今天俊娜是我們的 我不能兼職嗎 是是是 俊娜今天是我們的特別來賓 然後我們要來一起來逛一下印尼的超市 是 越南印尼混血啊 其實你們都不知道 然後她剛剛已經回不來狀態了 她已經一直模仿回不來狀態了 她已經一直模仿回不來狀態了 可以回來了嗎 我老闆在那裡 小聲一點 那麼我們就請你來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要來逛 然後要買東西 跟你們說 跟你們說 剛剛有一個真的 印尼的客人 他買了這個 清涼水 買了飾品 你可以 你可以再唸 再唸一下這個 來唸給你們聽 我是那種印尼的 哼鞋兒 畢竟我也會唸 清涼水 他根本就在亂唸 你根本就在亂唸 你根本就在亂唸 那我覺得這個我們可以 喝了會清涼 它上面有犀牛 犀牛 跟犀牛有什麼關係 我以為那是大象 欸 有腳好嗎 我沒看到腳 我沒看到腳 而且她的 妳覺得她的耳朵 又長得像大象一樣嗎 妳眼睛哪裡有問題 這個是 喔我跟你說 這個是 他們印尼很有用的 檸檬汁 不是 為什麼很有用 很好喝的檸檬汁 是可以治病嗎 可以治百病 是嗎 你今天有什麼感冒啊 鼓中 維庵 這邊的發言都是純屬參考 你不要跟人家亂講 維庵 維庵 這個可以治病 來我跟你說 它上面就有寫 飲料 檸檬風味 欸這個有三種 這有三種口味 要不要三種口味都買一個 要不要 這什麼好恐怖喔 而且裡面有果汁耶 而且裡面有果汁耶 就喝喝看啊 你看這個裡面有一個像野果的那個 這百香果 這是水利果 這是哈密果 這是什麼 芒果 芒果嗎 我們買一罐吧 這是我們印尼的哈密瓜 好 就買這個了 你不要再亂講話了好不好啦 那你剛剛上架了 他現在後悔找我當來賓了 你們各位說 他太鏘了 剛剛有一個印尼客人 他也買了那個 給你們介紹一下 Tangle 這個是他們印尼的夾心餅乾 他剛剛是買了那個啦 原味跟草莓 我剛剛有注意看他拿了什麼 可是我喜歡 我是我喜歡吃巧克力 我也想吃巧克力 我們買巧克力要不要 好我們買巧克力 欸這個是果凍嗎 這是我跟你們說 這個是果凍粉 就是如果你要吃果凍的話 你要自己做 喔 可是今天我們沒有辦法自己做 要做嗎 這是燕菜雞 沒有我們沒有鍋子 我們沒有鍋子可以做 燕菜雞是什麼來翻譯一下 燕菜雞 呃 呃 好謝謝下一位 根本就不知道燕菜是什麼 蝦餅這是蝦餅 你說會膨起來那個蝦餅嗎 對膨起來蝦餅 怎麼可能 真的他們炸起來會變這樣 喔所以你說這個是小 這是小朋友蝦餅 然後長大了之後 這是炸過 長大了經過社會的洗禮 就膨脹了之後 就變成這個 欸我不知道蝦餅長這樣欸 小朋友 這個 這是很紅啊 然後它炸了之後就會碰起來 然後我跟你們說這是蒜頭口味 這是蒜頭口味 喔它有不同的顏色 它炸起來會有不同的顏色嗎 會有顏色 就是我們去那種版的有沒有 吃那個有一桌的那個蝦餅 就是這個 這看起來就好 這看起來就超好吃的 有點那種 那種王子麵 王子麵 王子麵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辣味麵線絲 是一個吧 我跟妳 這個就是那個炸出來變這樣 喔 蒜 喔是這個嗎 對那個是小baby 這是小baby 這兩個真的是一對了 這是小baby 然後這是長大後的 長大後的 欸真的要不要買個這個試試看 我對這有興趣 那我們要不要買原味啊 為什麼要不吃蒜味的 這蒜味喔 妳是怕 欸小編妳怎麼了 小編 小編被嚇到 小編妳要不要拍攝影 人家看 夭壽 夭壽原地嚇到 原地嚇到 那我們買一個這個 他們剛才說 這裡有一個飲料是這個 這個好可愛喔 對它是一個 就是頭好壯壯的嚇好熊 它叫熊排包酒乳 聽說這個熊排包酒乳 就是妳 就是要去健康檢查之前 就喝一罐 就整個病都檢查不出來 對 而且我剛才有看到一個這個 讓妳猜這是什麼 可樂 我剛才以為它是可樂 後來發現它是 紅茶 欸我媽媽買一個熊排包酒 我們買一個熊 然後買一個紅茶 好OKOK 好那我們現在呢 就要來開箱 我們剛才在 印尼商店裡面買的食物了 我們先要嘉賓選一個 妳想要先開的吧 妳想要先開哪一個 這是老闆剛剛特別說 就是它 種水要喝的 就是它生病 它身體不舒服 然後印尼的人 叫它說妳一定要喝這個 妳喝這個一定會好 開吧 直接開 我先喝一口 可以講這種話嗎 我會幫妳剪掉 有一種就是 自己吸引作用 其實就是水 感覺怎麼樣 就是水 有一點 我喝一口 我喝一口啦 我覺得還可以 我覺得還可以 我覺得就是水 有點甜甜的水 等一下 喝到打噴嚏耶 你確定真的是中暑 這是直接喝到感冒吧 哈哈哈 所以你覺得這個比一些 很便宜很便宜的水好 這好 這可以 這可以 真的喔 喝到打噴嚏 哈哈哈 我已經迫不及再想吃這個 但是這個是什麼口味的 要什麼顏色 這是什麼口味的啊 芒果 芒果嗎 我不能喝芒果 這個給妳喝 那我喝一個哈密瓜 芒果 為什麼妳不能喝芒果 我對芒果過敏 真假的 它是荔枝嗎 對它是荔枝 妳剛剛在店裡面說水蜜桃 我說錯了它是荔枝 好我來喝喝看 他們說這個是連就是台灣人 他們都特別愛來買 可是我自己是覺得這個色素感覺 很多 就會感覺喝完然後 喝粉紅色 哈哈哈 好啦乾杯啦 好了 這我不行 哈哈哈 欸我可以欸 這小朋友飲料 我跟你說這個要吃 就是小朋友飲料 我們這個開箱是非常綠油的 我們一買回來 直接開來吃這個 我覺得可以欸 妳喝這個 妳這個真的會覺得會這樣 那妳喝喝看 這個不冰不行欸 我覺得蠻好喝的啊 就是哈密瓜冰棒 妳知道超商有那種哈密瓜冰棒嗎 這有種哈味 太哈的東西 這個 這個小熊排的 這算什麼飲料啊 其實我也不知道 薄酒乳 他們說 妳喝下去可以把妳的 抵擋X光 把妳的壞掉的肝 鋪上一層 變成好的 對然後照出來的就會是好的 就是有一種就是 醫生檢查不出妳的病情 然後妳就可以回家休息了這樣 哈哈哈 不是那但這樣子 為什麼要健康檢查呢 妳不是覺得這很本末倒置嗎 就是可能 我去檢查是要檢查出不好的地方 然後妳又喝了這個 我知道了 然後又把它蓋住了 可能是他們要應徵工作的時候 有一些公司要看他的健康報告 如果妳這件事情身體不好 他就可以又要上這間公司 所以就喝這個 所以就喝這個 然後就可以健康指數過了 這樣他就可以做這個工作了 我覺得有可能是這樣 欸結果妳可以 這個我可以 這兩罐是 這罐是我那個時候拍的時候覺得他很酷 因為他是 很像可樂的紅茶 很像可樂的紅茶 對他是可樂的樣子 我一開始以為他是包酒可樂 結果後來發現他是紅茶 然後這個是 那個店裡面的人 剩什麼東西 推薦給我們的 叫做羅旺博 然後他們說喝起來很像 酸梅汁 乾杯 一二三喝 喝 升天了 這裡是哪裡 喝下去 是不是妳可以接受啊 好喝嗎 我可以耶 他就是梅子汁 欸我們兩個接受的東西不一樣 所以我們不會搶食 這兩罐我都可以耶 這就是梅子汁啊 沒有可能沒冰啊 我就很不喜歡沒有冰的這種飲料 我就覺得他 這個就像這種 有點像酸梅湯 這個我真的超愛 我自己家裡搶貝 真的 而且我跟你說 這個很好笑的地方是 有的時候他這個會封不緊 所以我這一包後來拿出來的時候 然後底下都是粉 欸他都是這樣 喔好酷喔 他就是 臭臭包 喔好酷耶 撕一包下來 這個很適合配珍珠 配珍珠 嗯 要把你攪拌嗎 我們先倒一半吧 然後再加冷水是吧 欸我問你 你會不會這樣泡完之後 然後舔那個 湯匙 我會 我會 會啊 我會這樣 好 再看 小姐舔過的喔 好啦 再舔一次 不要 不要 乾杯 耶 喝喝看 這超好喝 這真的很棒耶 這可以帶回家喝 這個泡麵是他們印度非常推薦我們的 印泥 喔 對不起 超累 重新介紹 這個 吃到印泥推薦的泡麵 我其實很不適合吃火 因為就是如果我吃到覺得很不好吃 還是就覺得我 就你的反應 你的反應是整次的 非常real 我的反應是真的是 我吃吃生蠔都會吃到吐的人 你吃生蠔會吃到吐 你好浪費 欸 不用筷子 它裡面有 欸好可愛喔 它裡面有這個耶 欸它這是方便麵耶 對啊 少叉子耶 台灣要進步一下 台灣也要用方便麵好不好 我們只有花生牛奶上面會有那個 對 裡面還有蔬菜耶 三色豆腐 牛肉丸應該不會是 那個小小的 哈哈 就是 知道有很多地方的人他們都是 這不用乾 用這個這樣擦嗎 我不知道耶 就是這樣然後 那這樣怎麼熟 就是他們要把它蓋住 這樣子 就不用這種東西壓著了 欸我覺得這招超聰明的耶 好吃嗎 是不是還不錯 我覺得泡麵給過耶 你是不是餓了 是不是有種牛肉清湯 我終於喝到熱熱的湯了 因為我很喜歡喝湯 我喜歡吃 火鍋 喝湯 各種湯 他說這是綜合豆豆 我覺得豆豆應該 我覺得豆豆應該很正常 因為台灣也有一些就是豆豆類 我想要倒出來給大家 欸這綠色的我很喜歡 像那個脆果汁那種豆豆 小時候我們不是有一包一包綠綠的嗎 對 對 對你覺得好吃嗎 真的假的 嗯 那個我喜歡 這可以 這還有花生 嗯 嗯 這超棒的 欸這個豆子 那可以多當我 完全給過 超好吃的 這可以買回家 買十包 欸橘色的好吃 橘色的好吃 而且我教你們 印尼的G的發音是 哈 所以這怎麼唸 天哈 天哈 我覺得這種威化的這種餅乾應該 欸 欸 欸 他們很喜歡 欸 他們很喜歡做這樣很可愛耶 不是這樣子你就可以一次吃一包啊 好可愛 我要喜歡他們的這個 你看 你看可以一次吃一包 就不用開整個了 真的 這個設計很棒 很棒耶 吃吃看 我覺得就是威化餅乾啊 這就是巧克力夾心餅啊 喔它上面寫啊 它是吐托魚 嗯 塞把魚啦 欸 好像很容易 你怎麼會 我想說 那魚是常長的 塞把魚啦 來囉 1 2 3 欸我整顆顆耶 這魚是 這魚 塞把魚不會太重了不行 哈哈哈哈 沒有它其實就是魚味比較重 像我 像我 像我就覺得還可以 因為它就是 你平常在吃魚酥 你就可以吃這種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票選出我們的前三名 OK 我們一個人 每個人先說自己的第三名 好不好 我覺得我的第三名是 紅茶 紅茶很好喝 啊其實我覺得這個也很好喝 這個 你的第三名要選誰 我的第三名是紅茶 那他選不出來 快選一個第三名 第三名那就選一個 這個 巧克力 味化餅嗎 可是我覺得味化餅就是很普通的這種 正常的味化餅 就是 沒有讓我覺得有特色 我可以這樣炒餐吃啊 但是我真的覺得這個 羅漢國的這個 這個這個真的很有特色 因為它就是酸酸的 嗯 你看到包裝 酸梅湯 我一開始看到包裝我以為是花生 什麼土豆之類的 對然後是濃稠的 就它是有點像酸梅 酸梅水 沒有那麼酸 但是就是好喝 好來你的第二名 第二名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會給 豆子 豆子 超好吃豆子 豆子真的很好吃 那你的第二名呢 喔 豆子真的很好吃 好難喔天哪 OMG 我幫你選了哈位啦 我幫你選哈位啦 那就完全不知道排名欸 真的假的 第二名奶茶 奶茶才第二名 奶茶第二名很厲害耶 喔好吧 後來你的第一名奶茶 好 啊我的第一名是豆子 哈哈哈哈 好 所以其實今天 呃 暫居第一名跟第二名的 就是奶茶跟豆子 奶茶跟豆子 最好吃的 但是其他的我覺得也是很有特色 尤其是我覺得他們會把這種 拌在那個 飯 飯裡面 我覺得很厲害 其實他們很注重那種口感 他們不喜歡吃飯安靜 他們喜歡卡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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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印度印尼人 就是很喜歡 配這種就是 脆脆的頂竿 就是因為 配飯就是卡滋卡滋 好像就是 欸有口感 對這頓飯很好吃 有口感有口感 對這頓飯很好吃 但是我覺得這個 就是他們這種的 稍微有點辣 微辣 我覺得這是後勁辣 對就是 不是後勁覺得麻辣 太辣了 欸沒人投泡片 我們剛剛那邊吃得很開心 沒有泡片有第四名 泡片有第四名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印尼 零食開箱 開箱之旅 在這邊告了一個小小的段落 下次想要看我們開箱哪個國家 或是吃哪個國家的食物 請跟我們說 是的 可以在底下留言 然後呢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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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小小小小小小 會不會找到